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紅 我們一年大大自助人 你呢? 那我們今天要來做的是 瑞士捲 瑞士捲 那我們今天也要很優雅的來做瑞士捲囉 好 好喔 首先 我們要來介紹食材 喔喔喔喔 喔 喔 麵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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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奶 牛奶 雞蛋 糖 糖 切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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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 大 OMG 首先 要先把油給加熱 火不用太大只要 油油跑出溫度就可以囉 油有一點出現 油紋就可以囉 接著我們就把麵粉過篩倒進去 翻囉 如果你油溫太高的話 你把麵粉過篩倒進去的時候 它會結快喔 好 所以就記得 油溫不要太高 接著我們把牛奶加進去 牛奶 爆炸爆炸 蛤 接著把蛋黃加進去囉 像這樣子我們就先把它放在旁邊 那我們先來打發蛋白囉 那我們先來打發蛋白囉 這次一樣用的攪拌機 打爆機啊 開始囉 開始囉 開始 泡泡就加入糖囉 接著我們要把它拌在一起囉 把它倒下去 對啊 先倒三分之一 把這些 把這些 拌勻的都把它倒下去 把這些拌勻的都把它倒下去 把它送進烤箱 好 烤好之後 我們先把旁邊的膜 把它給拌掉 好 先這樣子 把我們20分鐘 等一下我們中間的時間 來打鮮奶油 來 我們趕快來打鮮奶油囉 把糖加進去 泡頭喝泡 2 你讓他吃到滑溜嗎 泡溜嗎 泡溜 泡溜哦 泡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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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樣子就完成囉 剛剛在移動這裡的時候 不小心把它濕到了 不然濕到湯了 前後少一點 中間多一點 把它捲起來囉 把它冰到冷藏兩個小時 從冰箱拿出來囉 打開吧 不曉得剛剛破筆的那個地方變得怎麼樣 破筆都在哪裡 破筆都在底下 好加賽 那我們今天的瑞士捲 成功 YA 來試吃吧 好 我讓我好有鴨子吃 好來 瑞士想試吃 來這裡 這個鴨子 濃濃的 蛋香氣 很鬆軟喔 快跑回來 你吃好大口喔 你太大口了吧 小心小心小心 好嘞 不要這樣子這樣好危險 這樣好危險 這樣好危險 真是太膨殘了 我剛才造型不掉了 會急一點耶 好怪 好好吃 好好吃 好好吃喔 棒喔 那麼本次的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囉 請問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喔 按讚 按讚 讚讚讚讚讚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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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好怕 掰掰 按讚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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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